戴安全帽的一男一女 向杂货店阿嬤表示很缺钱 想借两千块 阿嬤拒绝此时男子先走出去 女子则靠向柜台 一个瞬间她强行伸手到抽屉 拿了两千块 阿嬤紧紧抓着女子的手不放 双方拉扯 只是女子还是把钱抢走了 外头的男子早就发动机车准备接应 阿嬤追出来 两个人还是扬长而去 阿嬤赶紧报案 夸张切案发生在嘉义县 还通路第二市场内杂货店 8号早上7点多 案发之后远景以车号追人 短短4小时在鹿草乡逮到黄姓男子 当时男子还正在摘龙眼 一开始他装傻 直到看监视器才坦诚抢劫 而他女友陈姓嫌犯 则是躲在莆子市区租屋处 两个人都有毒品前科 缺嫌花用才出此下策 当时范贤还很刺惊的说 警察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她 她还一边在摘龙眼 女范贤是见阿婆年纪老迈 然后借一千不成 然后反而抢了她两千块 那当场阿婆是蛮害怕的 鸳鸯大道抢劫之后分开脱逃 人逃不过警方法眼 案发过了四个小时狼狈招逮 事后阿婆也很感谢警方帮忙 追回被劫走的两张千元大钞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